张华县政府疫情灾害应变中心 21日公布再新增5例 由歌唱班及其衍生群聚 目前累积达69例 县长王惠美亲自向相亲报告最新状况 我们今天新增的病例总共有5位 也就是本县现在累积到现在 已经有确诊数是69人 我们目前居家隔离的人数到1019人 已经完成筛检的人数有4786人 我们的阳性率目前平均起来到1.34 所以这两天有稍微缓和一点 最主要还是要再次谢谢我们第一线的医疗人员 我们是用高强度而且非常的加速度 来对于我们接触者来进行所谓的调查跟裁减 而且我们是做大规模的一个居家隔离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今天的这增加这五个案例也是一样 都是来自水果贩卖商的这个传染链 我们昨天讲说增加5例 现在来到了59例 所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传染链 那底下的这两个小传染 目前都没有新的病例发生 请看下一张 那这个59个传染链来自哪里 一个是歌唱班新增的一个案例 再来就是歌唱班衍生的群聚 包括他的家人 他工作的场所 总共增加了4案 所以这增加这5万 实际上都是在我们本来技术所匡列当中 除了这个歌唱班新增的个案 是当初在匡列的时候 有人没有接到这个讯息 所以没有来接受这个裁剪 请看下一张 各位看到这是歌唱班 新增加新的病例 那在歌唱班衍生的群聚里面 营业场所或社交的 总共增加了两位 这里面一位是这个 他在果园工作的同事 那另外一位 是在社区共产的据点 这个社区共产的据点 我们也在昨天跟前天 全部匡列完毕 其他都是阴性 所以这个有一个单一的个案 那另外就是歌唱班衍生的 他家里面有两位确诊 其中一位就是 歌唱班这个 今天新确诊 他们是夫妻 王县长呼吁民众 请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减少外出 可多加利用电商平台购买商品 力挺在地小农 如有确诊个案 请拨打电话 向单位负责人及卫生局进行通报 公益频道黄诗婷彰化采访报导 这些军王县长 请按赞 订阅 欢迎订阅 老师傅